各位兄姐妹,大家平安 让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新眼光 今天是2月20日 让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圣经 今天的圣经就来在阿摩斯书第8章第4节到第14节 你们这些人欺压贫困,剥削穷苦 你们听吧,你们自己说 神圣的节日快点过去吧 好让我们去卖古物 安息日快点结束吧 好让我们去做生意 我们可以抬高物价 用假砝码和小生斗欺骗顾客了 我们可以用高价卖出猎点的麦子 我们要找个无法还债的穷人 用一双凉鞋的价钱把它买下来做努力 上主,以色列的上帝发誓说 我绝不会忘记以色列人败坏的行为 我要使地震动,人人都要遭遇苦难 大地都要震动 向尼罗河的潮水葬落 到那一天 我要使太阳在中午下山 白昼变为黑夜 这是我至高的上主说的 我要使你们的佳节变为葬礼 欢乐的歌声变为悲伤的哀好 我要使你们替光头 劈出麻 你们要伤心的像死了独子 那将是终日悲痛的一天 时候到了 我要使以色列遍地饥荒 他们饥饿 并不是没有饼吃 他们干渴 并不是没有水喝 他们饥渴是因为听不到上主的话 这是我至高上主说的 从南到北 从东到西 他们要到处寻找上主的信息 可是都找不到 在那一天 连美丽的少女和强壮的青年 也会因口渴而昏倒 那些拜过撒玛利亚偶像的 像蛋和别斯巴的神明许过怨的人 都会找下去 再也站不起来 感谢上主让我们一起领受 今天这一段阿摩斯书的话语 当我们看开头 看到以色列人 他们用不对的方式 欺压贫困 剥削穷苦的人 当你们看到他们用 不合理的做生意方式 以及不合理的买卖 去欺压那些穷苦的人的时候 上主就愤怒的说 我绝不会忘记 以色列人败坏的行为 让我们看到上主的愤怒 也代表着他的公义与审判 也让我们重新再一次 看到后段的圣经不断的强调上主 严格且非常沉重的审判大能 让我们看到非常的畏惧 也让我们心里面思想 当上主这样审判了我们的时候 我们该如何是好 在经文的第十一节甚至提到 他们饥渴是因为听不到上主的话 让我们心里面想 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若是我们没有机会到教会 我们没有机会可以听见上主的话 我们也许因为身体的病痛 或是因为种种的原因 很久许久没办法去到教会 使得我们离上帝越来越远 以至于我们听不见上主的话 就好像正面临审判的以色列人一样 他们到处寻找上主的信息 可是他们却都找不找 因为他们离弃上主 他们不愿行上主真理的教导 他们不愿意将上主的话 实行在他们的生命里面 他们用剥削穷人 欺压贫困 来过他们每一天的生活 以至于他们即使听过上主的话 却没有将上主的话 记在他们的内心 以至于上主严厉的审判 就临在他们的身上 让我们重新再一次思想 上主千变一律的教导 不要仅是听而要去行 让我们真实不要只是 做一个只会说而不会做的基督徒 让上主的话真实喂养我们的生命 成为我们生命当中行动的根基 当每当我们要做选择 做决定 做行动的时候 都让上主的话 引领着我们继续前行 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 你是我们一生最大的帮助 我们需要你的引领 更需要你上主的话语 求主你帮助我们 使我们离弃罪和利益的引诱 让我们真实在你的话语当中 找到力量和盼望 也让我们真实将你的话语 活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里面 让我们以你的话语 为我们生命的根基 让我们越来越像你 也学习以基督的心为心 求主帮助我们 帮助我们借由今天早晨的话语 领受从主来的信息 我们将同心在里面前祈祷 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